李丁 我从北京来的 李丁 苍天无眼啊 李丁 你们都要论极婚嫁了 放过我吧 老赵都快怀孕了 一站上来 大家就特别兴奋 看到你 大家就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比较特殊 没有 大家没见过三个女孩 一块说相声吧 什么叫三个女孩啊 怎么三个女孩呢 我这阳刚之气 你们都看不见是吗 看出来了 暗暖一下 别开玩笑 对对不能开玩笑 我给大家郑重介绍一下 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嘉宾 吴佩玲 谢谢大家 你别走啊 你别碰我啊 你 哎呦 燕老师 别走啊 您看得见我呀 我以为你看不见我呢 你别这样啊 我不这样 你不是说介绍我吗 怎么介绍吴佩玲了 人家佩玲确实是远道而来呀 他从哪来的啊 人家从北投来的 我从北京来的 他来这得要一个多小时呢 他来这用入台证吗 我有优游卡 那你也不必骄傲啊 他得坐捷运 对他坐捷运 我坐到这都快怀孕了 我就说三个女生呗 走走走走 好了好了好了 怎么哪都有你呢 哎呦不开玩笑了 就是别开玩笑 你吓着我了 对啊 因为我们是很开心啊 邀请到北京来的李丁 北投来的佩玲 有一种不行的预感 光滚 没结婚 刚好一个孤男 一个寡女 一个矿男 一个怨女 不如你们两个凑一对吧 好间接呀 你看佩玲 怎么样 他要是跟我在一块 其实 其实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好间接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其实我也有男朋友了 很间接了 别激动 叶老师 他有男朋友 你还给我介绍 你有呢 不是男朋友 是比男朋友更进一步 已经分手了 是我明天就要去见她的妈妈 然后我们可能就 分手 干嘛分手啊 那是什么呀 可能就论极婚嫁 天哪 佩玲姐 你都要论极婚嫁了 佩玲都要论极婚嫁了 我的苍天无眼 那我们掌声 祝贺祝贺台湾 其实我呀 跟佩玲也差不多 叶老师 你也要论极婚嫁了 来咱们掌声 祝贺祝贺 叶老师 你们讲什么呀 我几岁 我论极婚嫁 他几岁啊 十八 多少 十八 叶老师 十八岁 我怎么可 叶老师 十八岁 叶老师 您脸上的粉 确实铺得很厚 但是还是掩盖不住 光阴 累积下来的 智慧 我太他妈机智了 你先别管他几岁 我们比较好奇的是 叶老师怎么会跟我一样啊 对啊 你怎么跟他一样啊 今天啊 我儿子要带他的女朋友来见我了 这不是差不多吗 我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怎么 明天你男朋友要带你去见他妈 对啊 明天你儿子要带他去见他 那会不会突然明天咱们就发现 原来你男朋友他妈 他妈就是他 他这是在骂人吧 我还是蛮期待的哦 闭嘴 李丁不要闹了 我跟你说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男朋友的妈妈 第一次我好紧张 你不知道我儿子从小到大 交女朋友从来没有带回来给我看过 这是第一次 弟弟 你知不知道见了长辈应该要说什么 弟弟 你知道我儿子要跟别的女人跑了 这种心情 我要是说错话的时候该怎么办啊 要是我跟那个女的不对盘呢 他讨厌我 我讨厌他 他不放过我 我不放过他 你们俩先放过我吧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